街上没有什么人 这只鸭子不肯走 鸭子什么啦 给鸭鸭子 秦秦 干嘛 肚子太饱了 吃不下去 这跟猪眼里面的 吃吃碎碎除了 除了跟猪眼没什么 哈喽大家好 今天是正月初四 祝大家新年快乐 我换了一个新的头发 不知道大家看不看习惯 我知道可能有些人 连我之前那个黄色的头发 都还没有看习惯 然后结果现在我变成了红色的头发 就预示的今年会红韵当头 但是 我已经在家里摘了 好久了 好不容易回四国 感觉自己回了个假国 我刚说哪里外婆过来跟我讲话 她说让我带地瓜干去澳洲 还让我带蚂蚁 还让我带什么酱之类的 这两天在家里实在是太无聊了 然后想说给大家节点片子吧 看看就是我在村里 今天是一个什么情况吧 因为我知道大家应该都在家里呆着 刷手机啊 或者是干一些别的什么事情 应该也都挺无聊 今年过年真的是过得特别的安静哦 我妈 打算出去遛一下狗 因为实在是太无聊了 我去遛一下狗妈妈 我带个口罩出去遛狗了 好不好 我不切 我不切 那给你看一下 这里还有一只油条 油条 还有一只科技 油条 油条 回来 走 哎哟 擦 哎哟 阿罗 好 嗯 嗯 去那熄火 去遛一下狗 很多村都已经封村了 门口那个大石头放着 不让人进去 然后听说我们小区那边也是 很多小区他们也不让进 今天从过来外婆家的时候了 那个门口就是有人看着 不让人说问你是从哪里来的 要过来多久啊什么什么之类的 这是我大姨 金毛 是不是金毛 头看一下 哎哟 看这个油条 油条 吃什么吃 闻什么闻 走呗 油条 这样叫成蛋挞了 这就是我们草无啊 草无啊 喂 拉石去了 我的妈呀 都是在这边田里 倒是没有什么人 没呼吸下 狗跑哪里去了 在这边 油条 油条 可爱 让我想起了蛋挞 蛋挞 你还好吗 蛋挞 走吧 好多萝卜 好多萝卜呀 我过来以后就没有 就没有天晴过 我太阳都没有见到过 这两天过年的时候 回国就没有见过太阳 回家啦 然后呢我现在打算看看书 之前在澳洲说买了一本kindle 然后这本是oss 你看是这样子的 大家看一下好了 我觉得还挺好用的吧 然后昨天下了几本书 这个商城我不会 不省会换 因为我之前 我之前的话是在澳洲嘛 然后呢我用的那个账号下的书 就是那种国外的书 突然又想想读一下 这是中文的书的话 我就是要把我自己的账号 先deregister 然后再register一个新的 就是国内的一个账户 然后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 就只能用在一个国家的商城 给你们看一下这个kindle吧 我觉得这还挺好的 是这样子的 我觉得它就很轻吧 这整个都特别小 其实很小 比我想象中的小很多 然后呢它这个是有那种重力感应的 是这样子的话它就反过来了 对不对 然后呢它这是有两个键 就两个键是这样子 然后它这个样面是这样子的 太冷了我们家 妈呀 就有一点凸出来 你们看到了没有 我觉得有一点 我的手超冷 南方还是太冷了 我快被冻死了 我之前在山东读书的时候 我至少还有暖气 但是南方是真的冷 南方就是没有暖气 然后呢又湿冷 天天下雨看不到太阳 哇我的手 看我的手 好红啊 我手是现在是冰冷冰冷的手 嗯现在买了几本书 这是我重新换了个账号 然后在国内的了 看一下我的library 然后这是三体 我想再看一下 这是三毛 现在就开始看这本了 它这个也可以调那个暖度 比较暖和 比较暖和 或者是这个是brightness 就这样 然后可以调自己的大小 然后也可以做笔记 看 note一下或者是 这是什么 translation 没关系 可能现在在家里的话 就是看看书 看看电脑 然后呢 看他麻将 吃水饺吃吃饭 没有什么别的事情 也不要这么出去 hello大家 今天是 现在已经下午四点钟了 下午睡了个觉 然后呢 叫我妈起床了 因为快吃饭了 妈妈 起床了 好爹 在干嘛你 快起来 我看不清楚 你是不是戴着口罩 我戴口罩干嘛 我不是 起床 干嘛 肚子太饱了 吃不下去 就跟猪眼里见到 吃吃碎碎 就跟猪眼没什么 笑什么笑了 去遛狗了 哇你不要拍 那么讨厌呢 你关掉 我吃饭了 那我下去 吃饭了呗 下去看一下 您看一下 我们粽子是这种样子的 很常的粽子我们这边都是 这个是猪头肉 猪头肉 猪耳朵 带鱼 这是麻糍 这个是豆腐 自己做豆腐 还有丸子 菜弟弟弄来个菜 你干嘛 露泥 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吗 这是花菜 芹菜 我以为是从这里长出来的 这是花菜 芹菜 我以为是芹菜里长出来的 不是 这个是已经死掉了的 这边芹菜好瘦啊 澳洲芹菜很肥 你知道这个叫什么吗 这叫什么 小刀葫芦 小刀葫芦 叫石榴 小石榴 这是不是你尿的 这有一盆甘蔗 我不喜欢吃甘蔗 你喜欢吃甘蔗吗 这个是什么 伊丽丝丝丝丝丝丝 滚水滚水 滚水滚水 给手 手手 给手 手 手手 你看 是你自己抓去的 我泡了一杯苦调茶 感觉还挺好的 他们现在在包饺子 过去一起包饺子 看南方人是怎么包饺子的 iamo darum 这是其菜 筋菜 嗯 筋菜 一个啊 萝卜 萝卜 猫 熟了熟了 我要吃饺子 妈妈 饺子 加点辣椒进去 辣椒干 流口水了我已经 把那个拿去 看了会你这个流的水 挺好饿 最近超喜欢吃酸 吃饱了我们现在要打麻将 里面进去 我无论 给你这个浮头 还有今天晚上了 太冷了 这山里实在是就是乡下的特别冷 因为我本身也是很怕冷的人 然后就感觉超级冷 没有空调活不下去 因为实在是太冷了 所以我打算现在 Burby 蹦蹦蹦蹦蹦两下好了 来看一下我是怎么笨的 啊 最出镜了 啊 四窗 跳法 身体楼热 诶 你到底在装模作样 嘿嘿嘿 酷死了 掉了 快 冬小了 一分钟 再来 哎呀 哎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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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肥仔啊 吃太多了 又不运动 好了 嘿嘿嘿嘿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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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哦 吃太多了 我给你说这个牙膏 牙膏 很香的牙膏 很香的牙膏 累了 好累啊 睡觉了 拜拜 我这次其实回国打了个耳洞给你们看 就是这样子的 过年之前吧 然后还没有那么戒严的时候我出去打的 结果反正过完一年之后基本上就没有怎么出门了 这次回国的话也是打算在国内然后待个 待个三四周然后先玩一下然后回去开始新工作 哎 我还没有说我开始我换了一份工作是不是 然后呢具体呢换工作的事情我会 肯定会做一个视频跟大家说一下的 本来是打算先去北京玩一下的 见见朋友啊什么的 结果其实很多计划都没有完成 然后本来还想去拔个志吃啥的 现在应该也不能拔了吧 想做的事情都没有做 很多想吃的东西也没有吃 想见的人也没有见 然后 不过没关系了 就像现在我觉得大家可能在家里也都很无聊吧 可能就想着刷刷手机啊 玩电脑啊 然后最近也都跟朋友一起玩什么你话我猜啊 之类的东西 能做的最好的事情 现在来说就是待在家里 然后不要就是到处走动啊 走近访友啊 这样子也是保护自己也是保护别人吧 可能下周就要回澳洲了 然后呢 嗯 就是开始新工作之前呢 我也会先自我隔离一下吧 嗯 因为现在澳洲也有发现了几例 可能有六七例了 现在目前 嗯 这种确诊的病例 在最近就是澳洲里面同事嘛 他们也收到了一些邮件 就是说 我从国内过去的人就是推荐你们就是先在家里自我隔离14天 然后观察的情况然后再去上班 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非常体验了一个人的责任心吧 就是你对你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负责你做这件事情 患难见真情 患难也是贱人心吧 我觉得是从这件事情上面可以看出来 有些人真的很坏 但是有些人真的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去尊敬和学习的吧 我觉得肯定肯定会好起来的 一定要相信多那么多努力的人吧 就是大家在这个空余的时间 闲在家里的时间 不能出去的时间 也可以呃 多陪陪家人啊 学学习啊 看起来说啊 其实呃 也没有那么难熬吧 虽然也是挺难熬的吧 哎妈呀 就这样 嗯 武汉加油 中国加油 相信一定一定可以好起来的